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中天氣象站 我是劉盈秀 趕快帶你來關心今天的天氣的焦點 現在來關心大家都在問雨喔 北部的觀眾朋友今天很明顯感受到雨勢趨緩 沒有錯封面難移 這個北部出現了降雨的空檔 不過大雨特報今天仍然持續發布當中 在中部跟南部來看的是 包括了南投線以及屏東線 這兩個地方目前是氣象局 發布的大雨特報雨區範圍 由於對流雲系發展旺盛 南投山區還有航程半島 都有局部大雨發生的機會 特別提醒觀眾朋友 如果在這兩個地方 要特別留意行車的安全 其實在中午過後 到網上這一段時間 各地的山區也有比較大的雨勢 請大家特別的留意 另外叮噹降水域暴圖 從不來關心了今晚到明晨 來看到的是 其實包括剛剛提到 中部跟南部有一些這些降雨 而明天白天開始呢 雨區範圍又擴大 原因就突然封面 又往北來回台了 而且接下來下個禮拜 封面會在南北持續徘徊擺盪 地面天氣圖同步來關心了 今天先來看到今天的封面 持續的南移到巴士海峽 所以北部地區有很明顯的降雨空檔 而另外還來關心的是呢 明天禮拜 包括呢 這個禮拜一封面開始來北移跟北台了 所以台灣各地又開始感受到 這雨區的整個範圍 雲汐所帶來的這個雨池呢 又回來台灣 而另外呢 還要來看的是禮拜二到禮拜三 封面其實呢 持續的南北的擺盪 包括了西半部 宜蘭 花蓮 東部 都會有局部的大雨 特別提醒觀眾朋友注意 禮拜四 封面又難移 降雨將會趨緩 以上是這一節 最新的氣象資訊 提供給您更多焦點 也請您 持續鎖定中天新聞